大家好 我是二爷 人称保险解码员 今天要做个小测试 测试对象保险公司客服 为啥要做这个测试呢 咱平时有啥事找保险公司 比如改地址 理赔报案 退保等等 都是通过客服 客服专不专业 会影响我们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度 So 二爷随机挑选了十个幸运额 一一给他们打了电话 有七家是平时说的比较多的 分别是汪娜有名人社 昆仑健康 海宝人寿 复兴联合健康 百年人寿 渤海人寿 红康人寿 还有三家大保险公司 平安人寿 泰康人寿 中国人寿 测试的问题呢 也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第一问 改地址 二爷讲过 不在销售区域也能买保险 理赔是全国通赔的 有些保险公司比较贴心 买的时候可以选自己的地址 有些呢 会麻烦一些 需要先把地址填在销售区域 保单上向后再改过来 具体要怎么改呢 您可以通过官方网站 直接变更就可以 您可以打我们客服 或者你直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按着它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您好 可以通过我公司的APP 来进行自行变更 需要修改的话 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直接变更了 我们的服务和理赔都是全国的 第二问 变更受益人 受益人最好直接指定 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如果你买的时候默认是法定受益人 那最好变更一下 具体怎么改 第三问 变更银行卡 会很麻烦 具体怎么变更呢 发现没 保单司机变更的问题 处理起来都不难 甚至都不需要问客服 自己打开保险公司的关键